看到中華隊的先發名單了 控球後衛是陳世念 另外包括了野獸 等於說少俠跟野獸 加上射手呂正如 以及禁區裡面的昆西 Davis 那你如果標分 沒有辦法標到九十一百 那你勢必就不是百分之百的贏球 那今天對尼巴嫩 雖然大家一面的看好中華隊 我希望可以運到團隊的防守 把對方的得分降到七十分以下 甚至六十分以下 我們的勝率就會非常非常高 阿拉吉得分 丁志傑來個大轉身 球界N1 哇 他一轉身全場的球迷都非常的興奮 因為丁志傑在廣下這幾年 已經在中國培養出相當多死忠的球迷 是 丁志傑其實他攻擊的手段非常多 不只他的三分 包括大家熟悉的 切入到進去一個三百六十度的轉身 像這樣的一個動作 其實他在SBL球場上跟CBL球場上 已經讓大家知道的野獸 他就是有這樣的能力 這樣的本領 把整個中華隊帶到勝利的境界 回去之後中華隊在第二節其實還沒有看到手叮人 對方倒地在罰球線附近 但是時間也沒有了 中華隊已經拿到球權 前場有一個多打少的機會 呂正如繞過籃框有 從十四分的差距現在回到七分差 你覺得這跟志傑回來有沒有很大的關係 我覺得至少在防守端上面他現在相當的賣力 我覺得啦 球員的心態會不一樣 老大回來了 老大回來了 第一步就在外線出手 籃板球被中華隊抓到 前場有個快攻的機會 但對方的回方也相當快 不帶好再回 呂正如 Catch and shoot Not too good Low Rebound 林志傑 林志傑前路進去換成左手 第二節黎巴嫩出現了一些狀況 目前單節只得11分 中華隊的籃板球 林志傑在2man game之後呢 換成左手上籃 2man game 2man game 林志傑 Split the defense 好球 交給林志傑 落後2分的中華隊 林志傑前路到進區 哨音響起 要站上罰球線 這個Low Rebound 呂正如抓到 還好 對方並沒有掌握住 陳士傑再回給林志傑 陳士傑底線的wide open 出手2分有 林志傑在上一屆的雅錦賽 一場比賽可以傳4.9個助攻 大會的助攻榜排名第三位 這也就是這幾年 志傑蜕變成長的地方 Davis也補出去了 所以籃底下需要其他人來幫忙搶籃板 這個人不是別人 這是野獸林志傑 對 包括矮各子的切入 他們要繼續做個協防 切到進去的是陳士傑 inside 給野獸 野獸再做一個切入 有 球給野獸 林志傑左側切入過了一個人之後 交給了昆斯伊 Davis 球進 對 看得出來 第四節 林志傑仍然是我們的進攻主軸 有他的破壞 在做一個傳球 讓Davis做一個 造成他一個 競算假法的動作 所以這一球功勞 還是要記在我們的志傑身上 中華隊在這場比賽 第5次的N1了 非常可怕 但林志傑也來得相當的快 在藍領下換成左手的攻射 林志傑這個大轉身 切到進去 哨音響雲打他的右手 黎巴嫩要一個走步 但裁判沒給 林志傑站穩腳步之後 選擇切入 然後來個歐洲步 Europe Step 志傑瘋了 真的瘋了 丹潔拿下了8分 林志傑 他在上半場只得到4分 但是下半場的林志傑 得到了14分 中華隊的球權場上有林志傑 田磊 Quincy Davis 蔡文成 還有洪志善 這個犯規是團隊的第五犯 這個犯規是團隊的第五犯 對方的罰球確實今天 在這個方面呢 比中華隊爭取到多很多的分數